妳說打40秒 我就硬要打兩秒 我在發抖 安妞我是倫倫 我現在在前往台中的車上 今天要來拍一個 大家應該都會蠻有興趣的主題 就是我要去打 音波拉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我之前曾經有打過音波拉提 大概在一年前左右的時候我打過一次 然後那時候是為了改善雙下巴 就是這個雙下巴 我之前的雙下巴就是也蠻嚴重的 那現在上一次打完之後我覺得 真的完全有改善 因為我原本已經到就是不用這樣子說 就已經很嚴重的雙下巴 然後去年打完之後覺得效果很好 那我今年就想說就是再回來補打 那我去年有打過的經驗是 打音波拉提超級痛 很多人最想要知道的是 就是打音波拉提到底痛不痛 可是我自己的痛覺神經是覺得非常 很痛很像要生小孩那一種 可是我也有聽過有些人是覺得完全沒有感覺 還有打到睡著之類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非常痛 那可是為了後面的效果 我真的覺得就是 你看很痛可是我願意再來打 就代表我真的覺得不錯 好那我先給你們看一下我現在雙下巴的狀況 現在就是正面看起來臉還蠻小的 但是側面這裡的時候其實會有一個雙下巴的痕跡 就是如果我往前塗的話還好 但是我如果往後的話 就是這個蠻明顯的 所以我想說 就是再來改善一下我的雙下巴這一塊 然後可以做一些拉提這樣 等一下過程都會拍給你們看 然後今天難得是用影片方式要來記錄 所以到時候我如果痛得叫很大聲 你們就知道了 他們現在就是進來都要戴口罩 然後還會量額文跟手部消毒 那剛剛還有填那個旅遊史的那個 就是個人資料 是兩個人都填 所以我覺得蠻安心的 就是我有準備了一些 因為我去年做完之後 我就有在IG上分享 然後就有一些網友私訊我說 有一些小問題 然後我就想說整理一下 之後我今年剛好要回來做的時候 就一次來問一次 OKOK 可以齁 可以齁 好那我們先問第一個是 戴牙套 懷孕 然後臉部剛打過雷射這一些 可以做音波拉提嗎 戴牙套 懷孕 一個剛打過雷射 對 臉部剛打過雷射 現在我明天給大家好了 戴牙套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我們在打過程中 不知道上次你有沒有感覺到 其實打過程中 你會覺得牙齒很痠 我是覺得骨頭很痛 骨頭很痛對不對 對 我沒有覺得牙齒很痠 大部分的客人在打過程中 尤其是這個部分 通常會覺得牙齒很痠 那有些客人會不以為 是不是跟戴牙套有關係 但其實不受影響 所以還是可以做 但是不一定 剛去拉完牙線 他可能來打 可能會覺得更痠 然後懷孕的部分的話 其實這部分我們 可能說是針對這一塊 是比較小心注意的 對 其實不只飲過啊 甚至連光療 微診這些都是 全部都不做 對 都是比較不建議 就連那種注射啊 什麼 肉毒啊 或尿酸 全部都不做 完全不建議 我們會建議他可能 生完之後再壞 他萬一他就是很想做 還是拒絕這樣子 我們可能會 請他不要 對 就是請他不要這樣 好 那 安全比較重要 對對對 真的 安全比較重要 臉部剛打過雷射 就是有一些什麼禁服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雷射 這個部分我們是覺得不受影響 其實基本上有時候 我們可能剛做完一波 我們也會接著做其他光療 那 會是先陰波再做其他雷射 或是先雷射再做 我們自己會建議先做陰波 再做光療 對 好 那我們來第二題是 陰波拉提的效果 是不是就當然有講嘛 兩個月左右才是最明顯 那他效果平均可以維持多久 效... 就像剛剛講 效果最明顯大概是等到三個月 那其實維持的時間 我們自己平均 計算起來大概是一年的時間啊 一年 那就剛好我差不多欸 我剛好打一年左右 對 其實大概就是這個時候會回來 就回來想打這樣子 那我如果不回來不打 他會垂下來 蛤? 不會垂下來 他只會隨著你原本 隨著時間 隨著年齡 就我繼續吃胖然後他就繼續胖這樣子 他就繼續長肉什麼 就是正常的生理變化 就他要回復成就會成正常 不會馬上一時間到然後就傳回來 不會不會 會不會 欸 掉下來 所以就是正常的人的話 一般都一個一年左右 就會想說回來多打一次這樣子 有在保養型的 會這樣子嗎 沒錯 好 然後第三個是 除了瘦小臉或雙下巴 還有什麼是狀況 也是用音波拉提代三個 那除了瘦小臉雙下巴 其實主要還是做拉提啦 那拉提的話 其實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像輪廓線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其實比較常做就是 提眉 什麼意思 他會把眉毛提上去 對對對 你說他眉毛很垂 像有些客人他可能 隨著時間他眼皮下垂了 通常啊 眼皮比較窄的時候 我會建議直接做眼皮的手術 但有些客人他比較害怕手術 他想要求一個比較溫和的做法 那我們就可能就建議他 這邊可以做音波拉提 你說把它拉高 對對對 因為你眼毛這邊提沒之後 痠眼皮會變得比較明顯一點 就是那個間隔就比較明顯 對對對 所以你說把這裡提上去 這也可以用音波改善 好快喔 那我以後 那那些什麼 比如 魚尾紋或是細紋類的呢 有沒有辦法 細紋 可能就是改善程度 或是有些 因為 以紋路來說 還是以肉度 就會放鬆 對 對 效果來說肉度是比較小 好 那我們第四題 因波拉提說的200條的條 是什麼意思 它一條其實 會有2乘13個 就是26個 小點點 然後4打在我們的 筋膜線上 那 那每一條有6個小點 那每一條都會 持續用筋膜線去做收縮 所以它只是 不是打成一條 它是點點點變成 一個條線的感覺嗎 對 那就是兩排 然後13個點這樣子 然後就會動成一條 所以才會說這條叫一條 對 所以200條是200條的 點點點點點點 這樣 然後 是越多條越好嗎 我覺得 你說打40條 然後我就硬要打2條 可以嗎 我覺得有第一個問題 這個疼痛的過程 不是每個人都接受的 對 我懂我懂 但我覺得不一定是條數多 就一定好 我覺得其實 嗯 好 好 條數抓適當 假如 你有想要做其他東西 可以把它轉換成其他東西 可能結合在一起 效果剛好 就是比如說 做一些這個幾條 然後再做一些其他的項目 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是 我們剛剛說瘦小臉是200條 對不對 那雙下巴的話 也是200條最好嗎 嗯 不一定看範圍 我的話是 其實我覺得 還是我不用到200 我覺得200是很足夠 我的很夠 200都夠 有 那有些人如果雙下巴 比我再肥一點的 可能就建議直接籠子 好 不想要有傷口 的話 不想要傷口 能夠麻辣皮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小指針 可是小指針也聽說 假的會很痛 嗯 它不是只有痛 它會很腫 它會很腫 假如打雙下巴 它就是腫一圈在這裡 它就是比我肉一點點的雙下巴 然後它又想要用音波改善 它可以就是加條數就 有什麼問題 還是好看 因為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你的脂肪多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效果不好 對不對 就還是建議把那個紙弄掉這樣子 會建議 好 大家有聽到嗎 所以如果就是比較 像我這樣子有點小肥的 可以用垃圾的 然後如果是紙比較多的 就不要強迫垃圾 因為我本來有考慮要做另外一個叫做那個 陰波融子 陰波融子 然後剛剛醫師是幫我評估說 我不用到融子的部分 所以我就做垃圾 結束了 直接就要上麻嗎 我們等一下要先幫你做準備 好 這樣的醫師 下半年其實已經卸完妝了 但是他說 因為我拍影片 讓我留個口紅 所以看起來好像 還是畫著妝 好 好 這樣就變性別了 好 可以再打嗎 那還畫著嗎 還好應該吧 呵呵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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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上棉椒了 好 好 好緊張 我是踩的 哈哈哈哈 對 擋過了 我先看一下他們要開始擋 我先看一下 好緊張 不好意思很緊張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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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上次一樣一開始都蠻好的 對 等一下 很害怕後面 後面會比較酸 越後面會越酸 好緊張 其實還是有感覺耶 還是沒有感覺 對 但應該 很痛的感覺應該是有降低的 OK嗎 嗯 目前還好 有那種渣渣的 吃吃的感覺 對對對 好緊張 那個上次好嗎 對 差不多 應該是不是有的 至少都打麻醉了 開始有感覺了 什麼樣的感覺 酸 酸 又刺又酸 對 目前還能忍受的 還沒有下上次那麼 上次那個是碰到有陰影耶 蛤 那什麼猝死你再來 因為效果很好啊 我跟你說 下巴沒有上麻 超痛 我在發抖 很痛 你們一定要打麻藥真的認真 超級 好我們現在來吧 好 OK 一樣喔 小巴高 好 我們試試看 很好 好 看一下 很好 休息一下 你剛才是 好痛喔 好想哭喔 而且是很熱很要燙傷的感覺 超痛 覺得像生孩子一樣 是自然產 對 絕對是自然產 絕對不是狂 結束了 終於喔 大家我結束了 兩百跳 而且打麻現在 哭不太出來 那個臉 表情 酸還好耶 而且我上一次打的時候 有比較覺得 一直有骨頭裡面的酸感 今天就沒有 今天就是皮膚有一種很燙很刺 所以成縱度還是有改善 對對對我覺得有打麻藥 有改善 你們一定要打麻藥 知道嗎 怕痛的人一定要打麻藥 良心建議 麻藥退了就 太痛 不會吧 打的時候痛 各位 我打完了 現在真的是有紅腫嗎 這裡有點紅腫 然後因為剛有打麻醉 所以 他說這邊有可能會有點餘親 那就期待我兩個月後的效果 現在這樣子 剛打完也沒有什麼種 感覺還蠻好的 好喔 掰掰 掰掰 他就放進來跟我同一台 剛剛有稍微整理了一下頭髮 所以 現在還是漂亮了 按鈕大家 今天呢 是1月14號 今天呢 就是我做超音波拉提的 術後兩個月整 我是11月13去做 那我今天是1月14 就是因為 嗯 音波拉提不是做完馬上就會很明顯的改變 他是需要術後大概兩個月到三個月的時候 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我是覺得可能三個月的時候會更好一點 那今天呢 就是先來分享一下我現在回復的狀況 大概像這樣 給你們看 雙下巴有感覺蠻明顯的 變緊實了 就是他不是把你的肉削掉嘛 拉提的話還是讓你變緊實 所以我現在的話其實這塊肉沒有到很肥 那個肥的厚度好像沒有到很肥 然後變比較緊實 然後像這樣 像原本 原本這個時候有時候就已經雙下巴就很明顯 我覺得效果蠻好的 大家如果覺得我的效果還不錯的話 也非常歡迎到我這一間精緻美學診所 然後我是在台中分院做的 那我會把那個診所資訊放在下面的那個說明欄那邊 那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資訊 如果有其他問題想要問的 可以就是留言在下面給我 那我知道的我就盡量回答 然後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記得追蹤我的IG 安妞